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买相妈太过分了 她绝对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要不然我爸的压力太大 她在哪儿呢 我跟她说去 志平 阿娅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昨天晚上我跟你月知妈已经把心理话都谈过了 你爸他有啥压力呀 你们孩子啊 别管大人的事 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走 我们几个你想住谁家都行 就是不能住我爸这儿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住这儿 你赶快收拾收拾跟我走 你放手 你给我放手 你们这是干啥呀 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吗 你让邻居听你这啥事呀 妈 你别管 你是不了解的 她看起来慈眉山姆的 她要是下期很青睐 你跟我爸都不是她的对手 你良心让狗吃了你呀 你小时候妈怎么对你 你都忘了是吧你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 要是说出去说 说个三天菜业我都听着 走 放好 我放手 你给我放手 哎呀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 我没有你这个闺女 你也没有我这个妈 我住哪儿 没有你管 哎呀 没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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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怎么来了 我还是头一回上你家来呢 是 这房子 还真不错 这是厨房吧 对对对 是 这厨房真敞亮 真干净 以后啊 妈就在这儿给你们做饭了 哦 不用不用 那个村林会做 让她给您做饭吃 是啊妈 有没有找您啊 哎 坐啊 来 你俩都坐 过来 我看你们这房子 也不比狼得愧的差 花了不少钱吧 哦 管银行带的款 还带着款呢 嗯 妈 这智刚 它是吃公家饭的 虽说是汗烙保收吧 可也没我哥 他们赚钱赚的多呀 这每个月 我们还得还钱 挺吃紧的 这公务员呢 听着好听 能挣几个钱呢 那我说老嘎的 那当初 你咋就没干狼得鬼 一起在厂里干呢 公务员不挺好的吗 妈 这好多事您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老疙瘩 是不是从小就挺窝囊的 他是不是从小就不跟人争这争那的 争 从小就跟人争吃的 天天嚷嚷吃不饱 我说怎么这么没出息呢 咋了 咋回事啊 爸最早啊 开的是个修车铺 就当街租了个门面 我大哥就一直跟着他干 后来还有马月斌 就是小雪以后的老公 这不越做越大了 我姐那服装店啊也是爸给出的钱 可唯独没我们家制刚什么事 我那连妈就一直说 这公务员如何如何的好 这制刚啊就听他的 结果到现在还是个小制员 就一直在机关单位就这么混着 可人家那修理厂可是越做越大了 到时候我爸这钥匙退下来了 还不是我大哥跟小雪他们两家接手啊 我们家到时候还是什么也得不着 你跟妈说这干嘛呀 咱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分不分的呀 那得分清了 越是一家人越得一碗水端平不是 就是啊妈 这老哥的他也姓狼啊 不行这事啊 我得找他狼的跪去说说去 喂 崔玲啊 爸 您满枪妈在你们那儿吗 我河妈在我这儿呢 在你那儿呢 对对对 行 您放心吧 那我知道了 好 怎么了 妈 敢见您出来 没想跟我爸说一声啊 说也没啥用 他们挖不得我走呢 最好别回去 最 妈 让翠玲弄会儿 没事 翠玲啊 你先歇着去吧 我想跟枝刚浪浪 把碗放下 待会儿妈来洗 妈 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家 怎么能让您洗碗呢 我怎么就不能洗碗呢 在你爸家我天天都做饭洗碗 翠玲啊 你就听妈的话吧 休息会儿 行行行 那行 妈 来 枝干 喝水 你知道妈 为什么今天突然上你这儿来了吗 为什么呀 我跟你那个妈吵架了 你姐呀帮着那个妈数落我 我这一生气 就把你姐给打了 为什么吵架呀 这一句话 我也说不清楚 老嘎嘎呀 你也知道 你们兄妹三个呀 妈就最疼你了 妈今天就想问你一句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心里还有妈不 我知道你们都恨妈 当年啊 妈丢下你们不管就走了 可是 我还真的是没办法呀 妈是个女人 那时候也还年轻 需要男人疼 需要男人稀罕 可是 我还是回去找过你们 我还想带你走 你不愿意你还记得吗 妈您别说了 那你回答妈 你心里还有妈吗 其实 那些年 我们还小 不懂事啊 也些要恨过的 但是呢 这些年过了以后 我们都长大了 也都有自己的家庭了 也能理解您当时的苦 当时的难过 毕竟 我今天死了以后 是您一直在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心里挺感激您的 真的 你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 老嘎嘎 妈从小就没看错你 就你最懂事了 现在啊 你就更懂事了 妈 其实我哥哥我姐也挺逗事的 我知道 妈还想问你一句话 您说 你看妈现在老了 这日子过的 整天啊看着别人的脸色 说不定哪天就被人赶出来了 妈就没地儿去了 妈 到那时候 您愿收留妈不 愿意 只要您愿意 您就跟我们一块住 我们不会不管您的 妈就想听您这句话 Freud 老叶 sı 你放心 妈也不会让你白咬的 妈会好好的 让你也过上活活活活的日子 你怎么来了呢 我找你啊 有点事 说 说吧 得贵啊 那叫厂长 郎厂长 你说当厂长的办事可得公正啊 你说这厂子都归你管 那财务方面也就是你说了算 这四个孩子 酒都又该有份 你说是吧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现在这个厂子还没到分家的时候 这是我郎得贵的事 用不着你掏心 可是这事情啊 得先说清楚了 你说这四个孩子都叫你爸 那你这当爸的 这一碗水就得端平啊 这修理厂的财产 不能关跟小雪他们有关 老嘎的也该有份 妈 你咋来了 在制刚家住的习惯不 我说大小啊 你们可不能合着火的欺负老嘎的 知道不 爸 我妈她又要闹啥事啊 你们摊上这么一个妈 那就 哎呦我的妈呀 喂 这俩人是我 哦 妈 我刚从你爸的修理程出来 我都跟他说了 这事啊妈管定了 你就放心吧啊 妈 你说我该咋谢你啊 这么早你就谢我干嘛呀 你知道啊 从别人口那里拿钱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别说是养负 就亲生父亲也一样 妈 别急 咱再想想办法 对 咱们再想办法啊 是 他们人多 到时候一表决 还不是咱们是贵 没事 咱们再想办法 一步一步来 你就放心吧啊 妈 我听你的 那先这样 好 再见 嗯 蔡莲 还是妈 你有致评她老公的电话吗 我有啊 她工作的学校 你知道在哪儿吗 我知道 你帮妈呀 跟她联系一下 妈想找她聊聊 约在江兴公务员吧 我要跟她呀 来的老嘎嘎的事 行 妈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妈 您今天找我有事 江海啊 志平最近咋样啊 生意好不好 她老早就说 让我去她商店看看 我一直也不知道忙啥呢 她总会找不出时间去 志平挺好的 不过 她就是这两天不怎么爱说话 我问她她也不跟我讲 妈 您跟志平之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瞒你说 前些日子 我也不知道吃错啥药了 一下子就跟志平急了 把她给气的 你说 自家人 过来来就好了 我们娘俩呀 都是急脾气 志平这点她像我 你说平常她跟你说话做事 有啥不得体的 你就让着她点 这个您绝对放心 志平只要一生气呀 那脾气都在脸上挂上 我提前就躲得远远呢 是啊 这事都怨我 我那几个孩子都挺孝顺的 尤其是志平 最知道疼人了 她小时候那点事 我都清清楚楚记着呢 有空妈给你唠唠 今天妈想求你个事 什么事您就说吧 我想见见志平 怕她还生着我气 不愿见我 你去帮我劝劝她 没问题 您就放心吧 志平 志平 妈来了 志平 妈 妈 志平没在家 要不您先坐会儿 来 您吃香蕉 我去给您沏飞茶 不用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您别急 我现在去迎应她 您先看会儿电视 行 那你去迎应她吧 行 您看会儿电视啊 哎 你回来了 妈来看你了 你妈还是我妈呀 要是我妈我就不上去了 我不愿意看见她 行了 别闹别扭了 她今天约我出来见面 这说了你半天的好话 晚上专门过来给你道歉了呢 我妈能给我道歉 看着吧 看着吧 一会儿啊 她指不定有什么事要求我呢 你别老把别人往外里头想 那毕竟是你妈呢 不信咱就打赌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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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给我个面子 二爷啊 回来了 妈今天是来给你道歉的 你不用给我道歉 你又不欠我的 二爷啊 妈想通了 以后啊 你们谁让我过来住 我就过来住 前天啊 我在老嘎到他们家住的 你还住哪儿住哪儿 这事啊 以后我再也不掺和了 你跟爸家里住一辈子得了 你看我们二爷啊 气性还挺大 志平啊 这妈都给你道歉了 你就少说两句 家和万事兴啊 妈 这样 你跟志平你俩慢慢聊 我下楼买几个菜 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 志平 千万别生妈的气 妈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来 坐 二爷啊 你们都长大了 个子都成了家 可你们兄妹几个 还得互相照应这点儿 不能谁也不管谁啊 妈 你说你这操的是哪门子心呢 这么多年了 我跟我哥我弟还有小雪 啥时候不是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呀 那就好 他们几个啊 尤其老嘎的 你得多上点心 你也知道 他从小就不会说话 啥事也不跟人争 处处啊都让着人 尤其对你这个姐姐 那可真是百依百顺呢 我知道 那你呀 得替他说说话 妈 你这是有啥话要跟我说吧 我这可是帮老嘎的说啊 你说你爸那个修理厂 迟早要分给你们几个吧 修理厂 是啊 那么大的产业 以后总得分吧 好好的干啥分呢 我说的不是现在 那当初 那修理厂办起来的时候 就没有老嘎的那一份是不 那时啊 是老嘎的他自己不想要的 咋可能呢 他也不傻 一定有啥原因 妈 你又多想了 我可不是替自己想 我是替老嘎的想 你呀 得去跟你爸爸说说这事去 说啥呀 说说老嘎的那事啊 让他把老嘎的那一份啊 还给他 可不能让小雪 跟他的对象独占 妈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什么独占呢 再说了 那修理厂 是我爸一手操持起来的 他想给谁就给谁 这也轮不到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插嘴呀 哎呀二丫 你看你咋就弄不开窍呢 我这是替你亲弟弟说话呢 我说你咋能跟我道歉呢 还以为是你真心认错了 闹了半天是要拉我跟我爸做对 我咋就跟你爸做对了 你看你这孩子 哎呀我跟你说 这事要是现在不解决 以后拖得越久啊 就越出事 我不说 要说你自己说 你看你 妈 我觉得老嘎的他自个都没这么想 你在这瞎操什么心呢 真服了 得得得 我也不跟你吵了 你这孩子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妈 小梁 回来了啊 老嘎大呀 妈呀 今儿给你买了件衣裳 行 来看看 咋想你给我买衣服了 今儿麻取溜达 看人家处理 就给你买了一件 她合适不 合适合适合适 谢谢妈 来 妈 吃水果了 行 吃水果 吃水果 施高 妈说明天要去修理厂找爸去 也 找 找爸干啥去啊 妈有要紧事啊得回去 老嘎大呀 明儿妈去找你爸 给你爸呀 说说那修理厂的事啊 妈的意思是说 那修理厂 咱不能平白无辜就放弃了 不是 我以前都跟我爸说好的事了 那我怎么再开口啊 就说啊 你当时是一时糊涂 现在都想明白了 让你爸 把修理厂那份啊还给你 那修理厂啊 我以前没要 现在赚了钱呢 我管上去要钱 这让我哥他们怎么看我呀 又不是去投去抢 他怎么看你啊 你哥怎么看没关系 你俩是亲兄弟 他一定站你这边说话 主要是小雪那对象 我看啊 他就比你们谁都精 小雪就更不行了 他跟我亲妹妹一样 那我哪好意思说这事啊 翠玲你应该了解小雪 你俩从小玩到大 他的脾气本性你最知道 他拿我当亲哥哥 处处都护着我 我爸现在还好好的呢 现在去谈财产这个问题 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你这天天都替别人着想 你什么时候替我跟妈想过呀 行行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别说了 我凭什么不说呀我 我是你媳妇 我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了 你说啊 说说 狼志刚 老狼家四个孩子 你爸疼谁不疼谁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呀 我问你 那修车厂 每年修多少车 赚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知道 一年五六十万呢 傻了吧 五六十万呢 有一分一毛进你钱包了吗 你真以为你爸对谁都一样呢 你哥 小雪他未婚夫 每年从那修车厂 拿走多少钱 你知道吗 老嘎的呀 你从小就憨 总让别人算计 啥好事你都没摊上 现在娶了媳妇了 可不能这么憨了啊 这亏呀咱不能吃 明儿啊就找你爸爸说说去 我不去 你不去也得去 这事儿听妈的 这事儿听妈的 你 你忙吧 我自己过去 我自己过去 好 这样 爸 坐吧 坐吧 我就知道你有事儿要来找我 那 我哥呢 你哥采购去了 有啥事儿啊 别扰弯子 我 那个 我想 我想跟您这儿 取点钱 我这儿是银行啊 你跟我这儿取点钱 不不不 爸 那个 借钱 借一点 急用 借钱就得打借条 到时候还得还 啊 按道理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你这么开口要钱 你害羞不害羞 你有啥事儿跟爸爸直说 成吗 是 是这样 那个 我跟翠玲啊 有个想法 她想开个店 需要那么一点启动资金 嗯 关键是 我们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然后满香巴住在我们这儿呢 也是一笔开销 所以 就是想干点事儿吧 钱就不够用 希望您能支持 那翠玲想开啥店呢 想开个啥店 还没想好 嗯 但这店啊肯定是要开 嗯 具体经营什么 我来的路上 翠玲还在想 这么着 你们回去再好好想想 啊 想好了再来找我 啊 那 那要不 晚上 我跟翠玲请您吃个饭 咱边吃边聊 你跟我这儿做生意呢 你还请我吃个饭 行啊 你回去好好想想 这事儿要是有发展 爸爸支持你们 啊 我去找你 岳边 哥 要帮忙吗 没事 马上到完了 好 哎 对了哥 我刚才看见智刚来找厂长了 心事重重的 肯定有什么事儿 我妈这两天住在她那儿呢 不知道要合计啥呢 你说这老嘎子 咋就不知道让爸省点心 我觉得 我们家真挺乱的 这段时间把我脑子都弄迷糊了 还好小雪没掺过进去 你啥意思 我没啥意思 就是我有点乱 就是我有点乱 甚至想到失败 你别吓唬孩子 这店还没开呢 就说起困难来了 不是吓唬 是提醒 这 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是吧 想开店 那是想创业 是好事 是吧 那是想让自己将来在这个社会上 有立足之地 有自己的实业 是 爸 您说的是 我们是有想自己的固定资产 以后好一时无忧 那也不能听风就是雨 对不对 那么多钱不能打水漂了 你先别着急 你听人孩子把话说完呗 继续说 崔亮 来 爸 这是我的想法 哦 早就有了 只不过一直没敢跟您说 嗯 我们 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怎么不能总在家里闲着呀 所以 我们这不商量着 开个店 嗯 爸 崔明呢 想开个服装店 开服装店 嗯 不能整点新鲜的啊 那开服装店 不是跟志平那服装店冲突了吗 爸 我们也不会把店开到志平姐门口去跟她抢生意 关键 关键不是把店开不开到一块 关键是你们有没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你们想过没有 那将来服装是卖给哪些人群的 是要卖男装啊还是卖女装 是卖童装还是休闲装 店开在什么地方 进货渠道在哪儿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这个 我们还没想好 没想好咋开店呢 这是一门专业 也是技术 这不是开玩笑 哎呀 你说你们这些孩子 这么着爸 你们再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行没有 爸 我们能不能先拿钱啊 这有了钱 我们心里才有底 我们才能去跟人家谈店铺 说话也才硬气 这收了一份钱也没有 我们怎么谈啊 爸不是不支持你们 你们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把这个整体的方案拿给我看看 爸也知道该拿多少钱支持你们 我不是小气 但是我不能害你们 爸 您还是先给我们点钱 让我们把店面租下来 这有了店铺 这心里才踏实 你们踏实 我不踏实 这店铺盘下来了 一天一天都是成本 爸 俗话说得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不用你给我上课 我告诉你们 这开店的整体方案不拿出来 一分钱都拿不走 我 爸 那我姐她开服装店 您咋就支持呢 你去问问你姐去 她开服装店之前 跑了多少地方 做了多少方案 吃了多少苦 我告诉你们俗话讲 钱难挣屎难吃 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这个孩子们想做点事呢 这是好事 没错 是吧 我这饭都做好了 翠玲 志刚 洗洗手准备吃饭吧 不想干事我支持 但也得脚踏实地才行 走 今天吃饭 你看你爸那太多人来 说一千万一万 他就是不带精彩 他开了修理厂 也把咱撵出去 现在咱要自己开个服装店 这儿也不行 走那儿也不行的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你跟我凶什么呀你 跟你爸凶去 你找你哥你姐凶去 回来了 咋样啊 跟你爸说了吗 咋不说话呢 翠玲呢 你俩这是咋了啊 你爸没同意啊 妈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 不仅老郎家不把我当自家人 就连他也欺负我 你有本事跟你爸凶去啊 你跟我凶什么 你跟我凶什么 到底是咋回事啊 你问他 老嘎嘎 你跟妈说 我爸不肯给钱 不肯给钱 那他还说什么了 他爸就觉得咱开不了那服装店 就觉得志强志平也有出息 以后那修车厂 一根螺丝钉 一把钳子都是人家的 就咱制钢 啥也没有 以后咱也不用跟人家比了 咱咋比啊 人家一个个都是大老板 脑子大脖子粗的 咱是啥呀 咱也就能当个售货员 小职员 我当初 我当初我就不该嫁给你 当时就觉得你有文化 有知识是个大学生 跟着你我能过好日子 可现在呢你看看 这好日子在哪呢 你有完没完啊你 你要觉得跟我宰官过去了 那咱俩就离婚 你说啥呢你 你说啥 你不瞧不上我吗 咱俩离了婚 你找到有本事了去 妈 你真的能跟我说啥了没 她说她要跟我离婚 她不要我了 没错 是我说的怎么了 行 这话是你说的是吧 离就离 陈日子我没法过了 咱听面就离 翠玲 这给你做啥 你让她走 你让她走 老嘎嘎 你瞎说什么呢你啊 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离啥婚呢你啊 快 听妈的 给你道个歉 你有点出息行吗 你在你爸那受了气 你就给翠玲发 你还是个男人不 有本事找你爸闹去啊 行了 行了 我明儿就找她分家 行吗 天灵啊 别哭了啊 这老干的说的都是气话 他瞎说的 你别哭了 他不是说了吗 明天就去找他爸 回来吧 别哭了 这老干的说的都是气话 你别哭了 他不是说了吗 明天就去找他爸 别哭了 你跟小雪的事跟你们家谈了吗 谈了 那你妈啥意见 没意见 我妈就是觉得小雪有点瘦 问我她是不是在减肥 我说没有 我妈觉得小雪要是能再多锻炼锻炼 会归身体更好 你妈说得对 爸 我 有点事想跟您谈谈 志刚 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了 尝尝我先出去了 对 有啥事说了 爸 这修车厂应该有我的份吧 所以 我跟翠玲想回来上班 你们俩这是干啥玩意儿呢 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 服装店不开了 又要到我这儿来上班 你们有技术吗 懂修车吗 你们自个儿说要到这儿来能干啥 有准没准 有 有 你还好意思说 当年你大学毕业我就征求过你的意见 你说你不愿意来 说是专业不对口 没有用武之地 现在咋的了 突然就变了 你放着好好的办公室不做来这儿干 你这也太随便了吧 我告诉你 枝刚 啥事都得好好想一想 你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是 我可以不回来 但我想要回我的股份 啥股份 您的修车厂里 应该有我的股份吧 啥意思 我哥有 有 小雪月宾有 那我也应该有 对吧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别说是要啥股份 干脆点 不就是想要分财产分钱吗 对吗 我说咋突然闹着要开服装店呢 实际目的就是为了分财产分钱 是这意思不 枝刚 你先回去 好好想想 你要是真想好了 你得来找我 回去吧 我今天也不能答应你 爸 我不想说了 你看 只能heお願いします 是吗 咋子啦 用出啥事了 咋的啦 谁惹你生气了 发这么大脾气 还能有谁呀 肯定是何满乡 背后穿的志刚和翠玲 跟我这儿闹事 我还没死呢 就要分财产分钱 这是要把我的心伤透了算 你又跟志刚发脾气了 我今天是一直忍着 我跟他说你回去 好好地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看来呀 这个钱够花就行 这钱要是多了呀 那也得出问题 这翠玲跟志刚 不是要开个服装店吗 你要能帮你就帮帮他们 你别动不动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说你一发脾气孩子们就怕你 以后谁还敢跟你说真话呀 他们 他们今天不就说的是真话吗 不就要分财产分钱吗 这么没出息呢 他们要再这么干 我就把我的财产都捐给社会去 他们来个屁都拉不着 你说啥 咱的钱跟财产不就是留给孩子的吗 你给孩子们只条名路 让他们自己去闯这才对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把钱捐出去 你看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一点觉悟都没有 谁没觉悟呀 你才没觉悟呢 咱们的钱和财产留给咱们的孩子咋的了 这是不给社会增加麻烦 不给社会增加负担 你知道不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我不是为别的生气 我生气的是咱这厂子还在发展的时候 路还长着呢 这现在就要分财产分钱 这不卖家子吗 那你不能好好说吗 你跟志刚好好说你不行吗 你说说你 这么大岁数哪来这么大脾气 这不卖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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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卖家子